音樂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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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講說你要散佈點的資料 你把內插做出來 但很明顯的 你必須知道這些資料點是要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然後越均勻的散佈在上面越好 這樣才能逼近原先的曲面 如果說有三維的散佈資料點內插 你可以用greed data 3 把3加進來 對於更高維度4維5維 你可以用greed data n n 就是三維以上 所以都可以做到同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細節我們就不仔細講 各位能知道 你如果已經知道如何用greed data 2 其他就類似 只是資料 維度越來越高而已 好 再過來是剛剛講的是二維的 再過來是三維的格子點內插 我們剛剛講二維的線性內插 也可以用前面這個 黑板上寫的方式來做 那三維一樣可以繼續做下去 好 我們再來看是三維格子點的內插 剛剛二維看過了 二維格子點或是二維的散佈點 現在再過來是三維格子點內插 那如果是三維散佈點 四維散佈點 也是一樣用前面講的greed data 可以做到同樣的事情 那它這邊的指令也是一模一樣 就是送進去越來越多 三維有三個輸入碼 所以有XYZ這個動作是輸入 V是輸出 那XI YI ZI都是輸入 然後輸出 VI在這裡 那Message也是一樣 Nearest Linear Cubic Spline 那麼也是一樣 XYZ必須嚴格遞增 那最好是由N degree所產生 好 我們看一個簡單的範例 我們可以使用 Flow指令產生三維格子點的資料點 這個資料是火箭噴射口 它的空氣的速度 所以一般來講 你沒辦法拿到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Flow是內建的資料 就是裡面已經內建在那 你可以直接拿出來使用 那你把Flow送進去等於10 10大概是等於它的解析度 然後得出來XYZU 就是三個input一個output 就是你要怎麼把它畫出來呢 兩個input你可以畫這個曲面出來 三個input你要怎麼畫 有一點困難 那這邊可以用Slice 切片圖的方式 你把它切一片一片一片來看 譬如說我們這個室內空氣的溫度 可能都不一樣 可能靠門口比較涼一點 中間這邊有燈光的地方 就比較熱一點 那你怎麼樣看出溫度的分布 就把它切一片下來 溫度高的地方 比如說用紅色來表示 溫度低的地方用綠色來表示 所以這邊概念也是一樣 那這時候我要切幾片呢 我的切片在這裡 我X軸要切兩片 一個6一個9.5 Y軸要切一片2.5 Z軸要切三片-2和0 所以總共有1 2 3 4 5 5片在上面 那每一片顏色都不一樣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它效果是怎麼樣 我們看最後的效果是這個樣子 就是切片圖 你可以看 想像是火箭是尾巴在這裡 往這邊飛 所以往前面是正的 往後面是負的 所以它往後面一噴的時候呢 後面有一個圓圈狀 圓圈狀 這圓圈狀呢 代表就是負的很大直 表示空氣流動最快的方向 就往後面一噴火箭就往前跑 那因為往後面是負的 所以這邊是負8 負7真的 這邊有一圈 一圈 那我們來看 我剛剛講說 X軸切片成兩片在這裡 一個6在這裡 這邊切一片 一個是9.5在這裡 所以它就一片幫你切上去 然後這一片每一點都有對應的值 這個值代表它的流動的速度 那它就用顏色不同的顏色 代表不同的值 這是X切兩片 Y呢在這裡 它切一片 切在2.5這裡 在這裡 那Z呢 一個切在-2在這裡 一個切在0在這裡 所以Z是切兩片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才能夠大概去想像說 它的速度的分布是怎麼樣 其實越高為越難想像 以前有人做的方式是說 它可以用動畫來呈現 就可以想像你是坐一架小飛機 然後這樣一直鑽到裡面去 然後旁邊景色一直在變化 顏色一直在變化 那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這整個人流場是什麼樣子 但是這種東西都不太容易 所以我們說 所謂的scientific visualization 就是要用各種方式 那裡一看就知道說 這資料到底是 它的分布 大概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是用切面圖來呈現 好 這邊有一個簡單的提示 就是 一維的輸入 還是我通常用Humps Humps 就畫出一個 好像駱駝一樣 有兩個託峰 通常要來測試 曲線的0點 你只要找到0點 或找到它的起始 那常用的二維輸入呢 就是pix 就可以把高高低的曲面 把它畫出來 那三維的輸入呢 通常就是flow 用來測試切面圖 或是三維的內插 四維五維好像還沒有出來 所以最常用的是這三個 好 那我們剛剛要把它內插進去的話 就是一樣flow進來了 好 我開始用Mesh Grid X X從0.1到10 每次跳0.25 Y從-3到3 每次跳0.25 Z從-3到3 每次跳0.25 然後直接把它送進來 然後這樣切面圖再畫出來一遍 看最後得到效果 這是最後得到的效果 原始的資料 這跟前面圖一模一樣 你可以看出來 比較粗 例子比較粗 換成這個內插號資料 你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 有沒有 你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這有一圈是比較快的 這邊有一圈比較快 所以火箭噴射出去的時候 它是一圈一圈一直擴散開來 所以畫出來圖呢 比原始分布還要比較稠密 而且也比較細緻 如果你不要顯示隔線 你可以打shading interp 出來的詞就會整個黏在一起 完全沒有這個隔線 然後會這邊就是密密麻麻的 整個變成連續的變化 就更容易看出來發生什麼事情 好 剛剛講的是三圍 你可以再往推 四圍、五圍、六圍一路往上做 那它可以推到N圍 那你用的指令叫什麼 interpN N就是2、3、4 抱歉我講 2就是interp2 1就是interp1 那3以上就是用你interpN 也是一樣 你把所有東西一路送進去 這是output的部分 那再把所有的座標一路送進去 那把它的值找出來 那Messor一樣那四種方法 就是nearest linear cubic spine 只是cubic在低圍的時候 在一圍的時候 我們叫p-chip 意思是一樣 那這邊也是一樣 有幾件事情就是 這些x必須嚴格地增 那最好是有n-grid的時候產生 這邊特別又再提示一遍 如果你要產生二圍的格子點 用mess-grid 用高維的格子點 可以由n-d-grid所產生 好 我們再畫一個圖 畫一個三個輸入 z等於x2乘上exponential-x1平方-x2平方-x3的平方 那這個圖我想 兩個輸入的時候各位看過 就是一邊高起來一邊低下去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就是好像一邊高起來一邊低下去 那現在是三個輸入 三個輸入就是已經很難想像了 但是我們把圖畫出來就可以大概看得出來 這邊也是一樣 先找點然後做n-grid 然後把它算出來看z值是多少 算之後然後把它畫出來切片圖 然後接著再做一遍把它 做得更細 y1y2y3就更細 然後用interpretn送進去 然後再把它畫出來 從來的切面圖畫出來 得到結果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原始資料 你可以看到好像打馬賽克一樣 一片一片 那在這邊是負的 在這邊是正的 在兩個input的時候 你可以把去面圖畫出來 一邊是正的 一邊是負的 在三度空間中 沒辦法畫出來 但是你可以用顏色來顯示 所以這邊是 大部分是負的 這邊大部分是正的 那你把它經由interpolation 內插之後 你就發覺就更 有沒有整個例子更細 然後更容易看出來 資料分佈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再使用這個 這個範例呢 事實上跟我們前面的 interpolation 3是一樣的 因為這也是三個input 但是事實上它是可以做到更高維 可以做到譬如說 四個維度的input 但是我不知道 是我已經要怎麼呈現 這各位可以想看看 三個input 一個output 就是用這樣來呈現 切片來呈現 四個input 一個output要怎麼呈現 有點困難 但是 各位別忘記 時間永遠是一個維度 你可以把它做成動畫 再多加一個維度就是時間 所以你可以把它做成動畫 另外一個維度隨著 可以想像成時間 然後這邊就一直在變 變顏色 這邊是想像成時間 然後一直在變顏色 然後就可以得到 四個input 一個output 它的資料分佈 這同學看起來誰有興趣 回去幫我做出來 我們算發問一次好了 發問一次 看起來好像很不值得的樣子 做了 老不然你來發問一次 就是因為我當初沒有做出來 所以才只剩下這個三個input 一個output的例子 如果四個input 用動畫來呈現 整個會變得有趣很多 我也回去再試看看好了 另外對於這種散步的點 我們有其他的解法 這邊又講到一些其他解法 所以三角化 零進點和計算機的問題 都是類似的問題 我們直接來看 假設 這叫Delaney三角化 假設有一堆點在上面 這個我們上次也稍微提過一下 一堆點在上面 好 我們要把它畫出三角形出來 你可以隨便點 比如說這樣連一個三角形 這樣連一個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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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一個三角形 那這些散步點 它假設也是這樣 好像在稱文章一樣 都有一個高度在這裡 那只要把三角形一畫出來 你是不是內插就等於 就已經做完了 對 就等於一片三角形 疊在上面 那你高度一算 就知道了 這也是一種 做內插的方式 好 我們把這個漏了進來 然後把XY plot出來 實際上你漏了進來 它有三組資料 三筆資料 就是XYZ Z代表它的高度 我們現在只是把XY畫出來 所以得到這樣一個散步點 那我們現在把它三角化 把它畫出各式各樣的三角形出來 但是呢 這個detainting triangleization 有一個條件 任一個三角形的外接圓之內 不會包含其他點 那至於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各位可以暫時不用管它 這是它的一個性質 譬如說我今天畫三角形在這裡 那我把它做一個外接圓 它就不會包含其他點 但是你不可能 譬如說我要選 我可不可以選這樣的三角形 可能這樣就不適合 因為你選這樣的三角形 你畫出來外接圓會很大 有沒有 就包含其他點 這就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需要長出一組三角形呢 這些三角形的外接圓 都不會包含其他資料點 那這樣就是叫 delaney triangleization 好 這就是結果 我們可以用一個command 叫delaney 你把 x座標點 y座標點 給它 它就把三角形長出來 長出來之後呢 你用triplot 就可以把三角形畫出來 這個tri 事實上就是一個矩陣 每一個矩陣 代表三角形的 所有的座標 全部都打在上面 你把它畫出來後 再把它的點 原先的點 用紅色點把它打上去 就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就是delaney三角形 triungalization的結果 那它可以保證 每一個三角形 比如這個三角形 它壞外接圓 不會包含其他點 這個三角形 壞外接圓 這個好像會啊 這不是把它包進去的嗎 看起來怪怪的 不過這我再回去研究一下 你真的要是不能包含其他 其他的點 在這個圓裡面 像這個包起來 這個好像比較不會 但這個看起來是 是會的啊 Anyway 這個我回去再檢查一下 那你把它這三角形 畫出來之後呢 這三角形呢 會 你可以想像它會 盡量選 有一點 銳角三角形 而不會產生 鈍角三角形 像這種鈍角三角形 有沒有 這鈍角三角形 它畫出來的圓 就可能會比較大 可能就會 會把其他點包含進來 這兩片的scale對不對 對不對 x 座標 和 y 座標 沒關係 我回去再查一下看看 原則上就是 盡量形成 銳角三角形 然後資料就自動 就這樣就已經把你內插完成了 所以 你把這些畫出來之後呢 再把它用try serve 把它曲面 把它疊上去 你既然下面的點都長出三角形 下面就把一片片三角形把它貼起來 你就得到這樣的圖 這樣的話也達到內插的效果 任何一個點 紙上來你就知道說它的值是多少 這也是得到內插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try serve 或try mesh 來把它畫出來 那你可以把等高線畫出來 但這邊一旦要畫等高線呢 我們這邊還是用greed data 來直接把它畫出來 這邊我也有一個問題 我在這裡沒有解決 就是說 我既然可以把三角形疊上去 用try mesh把它畫出來 或是try serve 它應該可以return 再送一組值進去 然後把這個曲線 在每一點各的高度送回來給我 但是我沒有找到這樣的資料 各位如果有找到 可以讓我知道 我既然你看都已經畫出來了 那我應該可以送一組資料進去 然後把它的對應的高度 全部長出來畫給我 我就可以直接畫它的等高線 但在這裡呢 我們這裡沒有這樣做 我們還是回到greed data 因為它的散步點 然後利用greed data 把它高度算出來 然後再把等高線畫出來 那這邊的做法 就跟以前一樣 這邊跟try mesh 就沒有什麼關係 跟這三角畫 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等高線畫出來 就是這樣 事實上這個上面寫一個seamount 事實上是 這個是在海裡面的一個火山的一個外形 Sea 海裡面 mount 只是mountain的意思 在海裡面有一個火山的外形 那麼你把delaney做完三角畫之後呢 可以 我之前講過 你可以再產生一個東西 叫Vonoid diagram Vonoid就是 可以把 還有這邊 你可以做兩種搜尋 delaney三角畫之後 你可以dsearch 找出 給我任何一點 它最近的資料點是哪一點 那或者說給一個點 那它所在的三角形 是在哪裡面 但是更常用到的是Vonoid diagram 可以將資料點所在平面的 劃分成多個多邊形 怎麼畫呢 就直接在三角形裡面呢 對每一個邊做它的中垂線 那這樣把它畫出來之後呢 你會發覺這些多邊形呢 每一個多邊形呢 只包含一個資料點 而且呢 你給我任何一點 那只要這一點落在這個多邊形裡面 那離它最近的資料點 一定就是在這個多邊形裡面的資料點 而不會是其他的資料點 那 實際上呢 我們就是 只要對每一邊畫出垂直平分線 就可以知道Vonoid diagram 我們直接看範例 這個是Vonoid 直接畫出來的結果 但是畫出來實際上 不太容易看出來 我覺得這個scale不太對 應該是 像這個樣子 本來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這條線應該是這邊的中垂線 這條線應該是這邊的中垂線 這條線應該是這邊的中垂線 但現在看起來都有點歪歪的 好 我立刻跑一遍 然後把它校正一下 Vonoid 這範例是01 好 畫在這個圖 我要下一個指令讓它 這樣才比較對 抱歉 我那個圖應該是重新 這樣就很清楚 譬如說 欸 不對 我把它放大就不對了 這 我不放大看起來比較對 就是 你看 這一條是這個中垂線 不對 還是歪歪的 好 沒關係 我們直接看下一個圖 直接看下一個圖比較明顯 看這個圖 在這個圖裡面呢 這是原先的資料點 是每一個資料點 然後呢 你把它做triangalization之後呢 這是畫出的三角形 三角形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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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出三角形之後呢 對每一個三角形的每一個邊 做中垂線 譬如說以這個三角形 以這個三角形來講 你做一個中垂線 那各位知道 在中垂線 左邊的點 一定比較靠近這個點 右邊的點 一定比較靠近這個點 然後在這邊也是一樣 做個中垂線 在這邊也是一樣 做個中垂線 做完之後呢 你就會發覺 每一塊 你可以想像 我之前做個demo 有沒有一個動畫 像一個細胞核一樣 這細胞核在這裡 占掉這一大塊 細胞核在這裡 每一個細胞核 占一塊區域 這個細胞核 占掉一塊區域 這個細胞核 占掉一塊區域 所以任一點進來 譬如說我一點丟進來 發覺這一點 掉到這個細胞裡面 就表示這一點資料 是離我 這是離我最近的資料點 如果這一點掉在這裡 我就知道 這一點是離我 這一點最近的資料點 因為一旦掉到這裡 你看中垂線在這裡 所以它一定靠這裡比較近 而靠這裡會比較圓 另外這樣的方式 就把它切割出來 所以在這裡 實現就是delighting三角形 這些實現 虛線呢 就是vonoroni diagram 所以給我這個三角形 我就可以自動 把它切割開來 那這樣做有什麼用處呢 這邊有些說明 說明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概念很簡單 就是vonoroni diagram 的任一個線段 它任一個線段 都一定是某一個三角形 一邊的中垂線 那vonoroni diagram 任一個多邊形的頂點 就是某一個三角形的外形 因為中垂線連起來嘛 連起來就交會在一點 那個就是它的外形 那麼每一個vonoroni diagram 代表的形成多邊形 都只包含一個資料點 代表這個資料點的勢力化範圍 這邊一點 這都是我勢力範圍 任何一點進來 都會距離我比較近 而距離其他點比較遠 只要落在我的勢力範圍裡面 那麼我們後面還會講到一些 基本的pattern recognition pattern recognition裡面呢 最簡單的分類法呢 叫k nearest neighbor 那麼k nearest neighbor 就是給我進來一點資料 我就找離我最近的資料點 那我就是跟它同一類 那事實上vonoroni diagram 就是畫出來 每一個資料點的視力範圍 然後呢 每一個資料點呢 如果你依照它的類別 把它塗不同的顏色 那最後就會把它決策 它的decision boundary 叫決策編解 畫出來給你看 你就知道說 哪一群是這一類 哪一群又是哪一類 那這邊呢 我們等我們講到pattern recognition的時候 還會再看到這邊的demo 所以各位 只要大概知道 有這樣的現象就可以 那麼你也可以用convex hole 這個我們作業已經做過了 所以直接呼叫這個convex hole 就把它index找出來 然後就可以把一圈 把它畫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 已經快結束了 最後計算幾何的範例就是 你給我一個 給我一個多邊形的頂點 頂點給我以後 那我就可以立刻判斷說 你給我的任何一點 有沒有掉在這個多邊形裡面 譬如說在這裡 我產生xv和yv 就代表這頂點的x座標和y座標 那麼接著呢 我產生random number 250個點 250個點呢 我通常丟到in polygon 這個函數裡面去 那出現了index呢 就代表哪些有掉進去 哪些沒有掉進去 那有掉進去的 我用綠色來表示 沒有掉進去的 我用黑色來表示 最後得到就是這個樣子 有掉進去就用綠色來表示 沒有掉進去就用黑色來表示 那這是我原先產生的 這個polygon 就是多邊形 是一個六角的多邊形 所以mainlab可以讓你很快的 判斷這些事情 好 剩下就是內插法指令的列表 這個我們就直接跳過去 就不講了 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作業 今天作業應該不難 助教剛剛講說 他一個小時就做出來 助教一小時 你們可能只是要半小時 好 第一個作業很簡單 先把你的手貼到螢幕上面 然後執行這段指令 這樣一執行完呢 他就出現滑鼠 可以讓你click 其實到這邊 click一下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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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出一個手形出來 這真的是我的手 然後你看 這是我click的點在這裡 但我希望你們做的時候 是做螢幕勾斷是這樣 這樣比較好 比較像一隻手 然後click完以後 你就開始要做內插 但也是這樣click不好可以 你可以先拿一張白紙 把手放上去 這樣畫一遍 然後把白紙貼到螢幕上面 然後再點幾點 那注意 事實上應該是變化最多的地方 點的點要比較密 所以像手指頭在彎的時候 這邊要點 比如說點三點比較好 我點的太粗略了 所以你看這變尖尖的 像巫婆的手一樣 應該是在彎的時候 很彎的時候 這邊要多點兩點 這樣才會比較遠一點 比較遠一點 好 點出來之後 它就把你的資料存到 存到 我把這個放大一點 好 這段層次碼跑完以後 它就把資料放到 XY裡面 你就用滑鼠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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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一點 你直接按Enter 它就會結束掉 把所有資料存在 X座標和Y座標裡面 存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用內插法 來把它畫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這種就屬於任意圖形的內插 它一定要X座標做一遍 Y座標做一遍 那如果用Linear線性的 我得到結果是這個樣子 但如果用Spline 是不是漂亮很多 這是比較像一隻手 但是還是像這個是太尖了 人手指手不可能那麼尖 所以應該是在 這邊應該多點兩點 就會出現比較好的效果 但是這個已經比剛剛好很多 然後再來看看 你看如果用P-Chip畫出來圖 會變這個樣子 也是一樣 這個不是很理想 這個太尖了 這個也太尖 但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尖的情況呢 各位 我剛剛講過 P-Chip就是 到達一點以後 它不能超過它的 資料量的Local段 最大指端最小 我們回到看Spline Spline在這裡 你看如果只看X座標的話 X座標慢慢變大 到這裡 X座標會變小 有沒有 所以它到這裡 它會凸出來 它為了讓它平滑 所以這邊會多出來 那再看看 如果 這是看X座標在動 如果你看Y座標高低的話 也可以看這裡 這裡 有沒有 它這裡有高出來 這幾點是比這個還要高 所以從這裡就看出來 這個是Spline做interpolation 然後像這個 比較見一點的 這個就不太像Spline 只要有超出它的最高點 那就絕對不是P-Chip 也不是Linear在做 一定是Spline把它做出來 好,這是第一題 第二題跟第一題很簡單 第二題是說 假設空間中有幾點 你把它畫出來長得這個樣子 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因為它太靈散了 那我們要跟這幾點區 也是要做內插把它畫出來 這邊特別注意 我都有特別指定說 譬如說 這空間中有21點 總共有21個點 那我要你畫出來 所以要產生101個點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會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有Spline內插的話 你可以把內插往下 再把它畫出來 就發現 原來是一個螺旋狀 在那邊繞繞繞 從下面繞繞繞繞繞 繞到上面去 那這樣的話 其實變成一個平滑曲線 那就是對X坐標 做內插 對Y坐標做內插 對Z坐標做內插 那整個把它一起畫出來 就得到這樣的效果 好 我們今天的作業就這兩題而已 所以 來 先看看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數學就先丟一邊 數學可以下次再講 讓各位同學先開始做今天的作業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